不滿員警開單 駕駛不僅罵髒話 更直接開車門衝撞警察 下場就是 立刻被警方壓在地上 眼見男子要被員警上口帶回 其他車主見狀 就怕人被警方 被警方帶走 問題依舊沒解決 原案38歲的缺姓男子並排為庭 擋到其他駕駛出路 警方攔查要開單 他卻覺得被找麻煩 口中念念有詞 一度還想掙脫 警方呼救支援到場 就怕男子情緒過於激動 發生惡辭衝突 確確與警方逮捕後 自稱警身體不適 返回助力時 並因已有緊張過度換氣情勢 經援警通知救援員到場 將缺嫌借物就醫 確認缺嫌無大礙後 全案潮 以妨害公務罪嫌疑 受第二種偵辦 地點就在新北汐止 因為附近有超市又有幼兒園 不少人貪圖方便並排林庭 警方加強巡邏抓違規 男子不肯配合 這下不僅吃紅丹 還因為妨害公務 悲傷刑責 在新聞正常的 雙雲新北暢報道